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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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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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7年7月5日 要出事了 欢迎订队 欢迎订阅明镜 欢迎订阅明镜 四孙子西战 所在空军 这下又被扎回了 然后又被扎回了 欢迎订阅明镜 欢迎订队 虽然 欢迎订队 抗战门 那最后商量结果最后 从1947年 张布林突然做出了 明镜的明镜 张布林 这年 张布林去世 他们的明镜 明镜 1939 明镜 都认为自己才是马相伯正宗的老家 这样寻找的过程被挤周折 这里也许是 传说中的祖居一心废弃 也并没有一丝一毫的痕迹 显示这个家族可以追溯到原朝的天主教信仰 马上是大学久战 不大大学久战 哪个人 他本人是说他不是人 他是我们这里 从小这里走 他从小不知道什么时候 无论如何 即便是和一百多年纪相比 村庄的面貌并没有太大的改变 让我们可以假定 十二岁的乡下少年马相伯 就是从这样的乡间小路上 走向他那辽阔而漫长的人生 那么他不知怎么搞得十二岁 就是独自做了一个决定 他就决定跑到上海来 听说上海有个学会工学 就是耶稣会的开的一个天主教的一个教会学校 现在还在 现在就是上海的学会工学 学会工学为耶稣会培养神职人员 所设的训练内容除了神学 还有语言 人文和科学等七科 少年马相伯在语言 数学 天文等学科上 占占卢出过人的才华 据说他精通八国文字 尤其擅长演讲 大概十七岁的时候 他在学会工学里变成个非常优秀的人 当时的话法国在上海开设这个临时馆 因为不让他们在北京开大使馆 他们最早的时候的他们的那些 外交英法什么什么美啊 这些地方 他们的这个领事馆都开在上海 开在上海的那个法国的领事馆呢 法国领事听说 学会工学这么一个优秀的人 那么希望他去到法国领事馆去 给他当翻译 马相伯拒绝了 他说我学法文是为了中国 马相伯均洋人生而平等 从君主到平民都必须服从宪法 马相伯所属的上海耶稣会 这是由法及会式主导 中国神父有时不被平等对待 马相伯对这样的事难以容忍 1870年31岁的马相伯 以特优通过耶稣会考试 获得神学博士学位 成为一名斯多神父 第二年他担任了学会工学的校长 而此时他和部分教会管理者之间的冲突 也更为频繁 一次一个外国神父来上海造访 教会要马相伯和弟弟马建忠 腾出朝南的房间 这件事成为一个导博所 导致了马氏兄弟的判处教会 马相伯离开教会的背景 其实非常清楚 因为我间接地也去找到了 在罗马当时的交涉的档案 就是上海的耶稣会 法国的耶稣会 写报告 写到罗马的耶稣会总部 报告这样的情况到底是怎么发生的 当时是一场 确实是一次冲突 但是那个冲突 今天看起来 你不能做一个民族主义的 一个对抗式的一个理解 我的理解 我看了那个报告 那个原始的档案 我的理解 就是马相伯想做更大的事 如果他已经四十多岁 他学了那么多的外语 这种外语在当时在中国 别无耻 只有他一个 马相伯想做更大的事情 因为他有特殊的关系 他跟他的弟弟 都是为李鸿章所赏识 是个人的赏识 他们之间的关系 非常非常的密切 是整天在一起的关系 所以这个时候 当李鸿章邀请 马氏兄弟参与他的幕僚 去做一些 为整个朝廷做一些大事情 那当然对每个年轻人 都会有吸引力 所以他去了 马相伯弟弟马建忠 中国近代史上 另一个被忘却了的人物 他于1877年 由北洋大臣李鸿章选派 往法国留学 1879年获法学博士后回国 长期重任李鸿章 办理洋务 与对外交涉的重要助手 马氏兄弟在离弃教会后 一心想在政务上 实现改良救活的志愿 却又因为他们的宗教背景 在清廷官场 备受猜忌 1882年 李鸿章因为重用马建忠 而被参奏 因为这个原因 马相伯在从政了十年 并无朝廷的官职名分 只以李鸿章随缘身份 办理其所委托的政务 1885年 马相伯协同弟弟马建忠 办理招商局事务 此时正值中法战争 法方封锁了所有清廷船只往来攻函 马氏兄弟 为保证招商局利益 才去把船只抵押给美资商行 事后再赎回的变通之举 这件事让马氏兄弟 手自飞上看奸的骂名 最后的失败就是 以前的官职 战争因为那个战争是不能打 或者是你打的时候 应该有更好的方案 然后战败了以后 战败了以后 李鸿章要出去顶纲 然后这个时候 又必须是马相伯 马建忠他们去谈 然后谈了以后 就那个条约 就是马关条约 然后全中国的那个舆论 都是唾骂他们 不认为马氏兄弟是 最大的卖国贼 甚至说他们是 这个李鸿章的私生子 或者是原来就是外国人 因为他们是天主教徒 说他们原来就是外国人 所以要不然怎么会说 那么多的外语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 他们成了千古罪人 从政十年 没一件事成 反而被上看奸的骂命 马相伯此时心灰意赖 又雪上加霜 遭遇亲人的生理死别 五十四岁 妻子和儿子死于海难 五十六岁 母亲过世 临死不认 叛教了儿子 上海松江四金古镇 马相伯继承兄长的遗产 在这里拥有三千亩粮田和多处地产 1897年 他把这些财产全数捐给教会 重归天主 红尘历练后 回归宗教 马相伯的余生 似乎就要在幽静的天主堂中 伴着神的命运度过 此时难以预料 他对中国所负的真正使命 竟是在尔顺之年 才会到来 1903年 马相伯六十四岁 他已经是一位老人 隐居在耶稣会的一所孤儿院内 在南洋宫学任教的蔡元培 得知他的行踪 上门向他求教拉丁文 后来又让自己的二十四个学生 随马相伯学习 教授的科目 也从拉丁文扩展到哲学数学 马相伯向教会捐献财产时 指定这笔财产 将用于创办一所中西合璧的大学 此时学生已经有了 办学似乎已是恰当的时期 震诞大学 借地于耶稣会 在徐家会的天文台内 师资也由教会支援 震诞是中国的古称 中文字面上又有日出东方的含义 借这个生机勃勃的名字 马相伯此时此刻找到了自己的使命 马相伯所设计的正诞不是英美式学院 而是欧洲文艺复兴以来研究学问的学者团体 或者是更古典式的柏拉图式的学院 提倡学生在辩论中发展独立思考能力和表达能力 正诞的行政管理 由学生选出代表承担 学校的所有成员享有自制自主 当时帮助马相伯办学的学生 邵丽子 余又润等 均成为中国近代史中可圈可点的人物 正诞创办后不久 马相伯和耶稣会的矛盾又起 耶稣会希望正诞是法国式的教会学校 学生要尊重教规 这和马相伯的办学处中相为 他为正诞制定的办学原则是 崇尚科学 注重文艺 不谈教理 法国传教师呢 你既然你到了这个教会的学校 就应该使得他们要把宗教课变成必修课 那么就等于说你要有强迫信仰一样 这是马相伯最反对的 他认为要宣传宗教 但是你要教人家接受 你不能够强迫人家接受 所以他反对 把这个圣经啊 作为一个必修的那个课 这个是很多的当时 进正诞工学的一些学生所赞同的 他当时的几个学生后来很有名啊 在震担闹学潮的 余优任 这个少李子 1905年 学生们要集体退出震担 马相伯看到退学学生签名不实 老泪纵横 他冒着再次和教会决裂的风险 决定站在学生一边 他们在吴松令租校舍 为新学校启明复旦 这个名字来自《上书大传》中 以顺传为给雨时 所唱的青云歌 日月光华 但复旦夕 可以视以为 明天太阳照常升起 中国的著名学府复旦 由此而创 此时的马相伯 已经罗娟全部财产 但复旦的资金 需要他和学生们 从头再来到处筹集 66岁的马相伯 终于不再被国人怀疑他的爱国 自此时起 在接下来的33年里 他参与了另一所著名学府 府仁大学的筹建 因蔡元培之请 临时担任过北大校长 还通过一系列的公众演讲和文章 担当起了中国社会的良心 优优独播剧 päev文章 1918年 马相伯发表了一篇名为 民国民赵新进的文章 大家过去的国 在新海军民以前 专制的 那个时候你爱国就等于中军 那么 他说现在我们共和了 共和了每个国民 都是自己的主人 那么在这种情况底下 你作为一个民国之民 所谓就是民国民 作为一个民国之民 你就应该有民国的人民的 这个觉悟 你要自己当主人王 这个 他的很多的观念 相当的 用当时的看起来 相当的极限 1931年 马相伯一时九十二岁 他超凡的寿命 似乎就是要他变长人事里乱 他在从政期间 曾多次出使日本 也非常欣赏 日本的民智为心 这时 他毫不犹豫地支持抵抗 从1932年11月起 他连续发表国难广播演说 出任支援东北抗日英勇军协会领袖 出任上海各界救国会领袖 出版了马相伯先生 国难言论集 1935年冬天 天津的意识报 逐日连载九十六岁老人 马相伯的一日一谈 已是人中之锐的马相伯 在这六十七篇短评中 真编实事 妙语如真 他评论国民党的立宪说 宪法本来就不是人民的意思写成 法律也是少数人的任意规定 所以宪法上所写的 给人民的若干自由 都可以由少数人定的几条法律 把它消灭得干干净净 再回到1939年重庆的那场百岁寿宴 寿宴的主人马相伯 此时身在越南的亮山 三七年底 上海气首后 他随家人撤退到桂林 三八年底 桂林也成前线 在继续后撤的过程中 不得不接到越南 到达亮山时 老人的身体已经虚弱不堪 只能在当地休养 因为他表示过 绝不撤离中国 家人只能骗他 他把学生亲友们所送的寿金 全数捐给抗战的伤兵和难民 这是他一生中的又一次 也是最后一次 清洗所有的风险 当年年底 在听到一次打击日军的捷报后 马相伯激动不已 在兴奋中离世 至死不知 深时刻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